大家聚焦一下大陸的洪災 现在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不只是长江 现在连黄河流域的洪水 其实都已经再创下了纪录 目前统计下来 整个一个大陆受灾户 受灾人数大概有6000万人 严重的程度让习近平 现在已经承受不了压力了 所以他8月18号的时候 现身了安徽来勘灾 大陆现在有洪灾 甚至于有部分地区 像是在云南地区 出现的却是旱灾 一个中国有洪灾又有旱灾 这个灾难真的是一波又一波 要问一下学伟哥了 人家都在讲说 怎么这样天灾人祸 难道是你中国龙脉出了问题吗 这个龙脉出了问题 我们常常讲说 中国有五条龙脉 三条山脉 两条水脉 那这两条水脉就什么 黄河跟长江对不对 那这夹在中间的就叫做情灵 这是最有名的中国的龙脉 人家说一座秦灵史就半部中国史 对不对 你看秦朝的秦始皇的俄皇宫对不对 还有后来的唐朝武则天 他的灵请全部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会聚在这边 表示这个地方就是好风水 对不对 那你看秦灵我们再回顾一下 从以前讲起来好了 秦灵的容器有多么微 这个题目你看下来多么微 对不对 就告诉你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灭六国 史上第一大一统的王朝 他就是在陕西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咸阳第一个秦朝殿都的地方 所以你看从秦朝开始 大一统的这个中国 就是从秦岭这个地方开始出来 那接下来你看 接下来有一个汉王朝 大汉天威 他们就告诉你说 为什么刘邦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 四川的附近 明修战道暗渡陈昌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击败了项羽 西楚霸王 所以你看他就定例的汉王朝之后 所以你会发现秦岭这个地方 照理来讲秦汉的那个发源地 所以应该也是中国的历史发源地 那我就跟你讲 我们从地理上再来看好了 你看那个秦岭分割的南北 两条黄河跟长江对不对 他们讲秦岭七十二玉 就是所有的一百三十几条水麦 全部水都灌注到那个什么 黄河跟长江里面 所以黄河长江这两条水麦 水的龙麦 它是被谁孕育的 它是从秦岭孕育出来的 所以它的气也聚集在秦岭这个地方 源源不绝地告诉你 让你那个整个中国大壁江山 就是这样感受到这个感觉 你看中华龙脊 他们讲说棉岭一百多个的敖泰县 这就在秦岭的三面的三极线 每一百多公里 所以这叫做中华龙脊这样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说秦始皇跟刘邦 对不对 汉高祖刘邦 其实大家又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当初明朝末年 有一个叫闯王李志成对不对 闯王李志成一出来的时候 四个造型的时候 要去围剿 打到像十几个人 兵败如山倒露 真的将要走不路 后来他拜逃到哪里 桑洛山 桑洛山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秦岭里面的一座山 也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对啊 他躲进去之后 你看带了残部十七个人 剩下一年多之后 他竟然在付出的时候 横扫整个大明江山 哪里像他在十七个人 而且秦皇秦帝 对啊 人家就讲说 你走在里面 你到底是在什么武功秘籍 还是在什么武智天书 不然那会广荣变这么厉害 是不是变身超人 对啊 而且最后竟然还逼死了 重生皇帝 把整个大明朝给灭掉 所以人家讲说 这个秦岭里面就很多的那个传说 包括当年老子在这边写道德经 对不对 江太公不是他隐居 隐居在这边 所以很多的那个法术 住在这边要出现 所以秦岭就让人家觉得 是一个很什么 神秘的地方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讲说 今年长江黄河 这个水情这么严重 灾害这么严重 那整个水 长江黄河的水 现在五号洪峰来了 对 长江的五号洪峰 也是史上最大的 那黄河现在也是 第五号洪峰也来了 那表示说 整个长江黄河的水 都变得非常浑浊 那浑浊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龙脉的血 我保护你的血明明是乾淨 现在又变得滴滴滴 那个气整个 气也会变灼就对了 反弹过来的时候也伤到这个龙脉 那为什么龙脉会被伤到 其实最有名的你知道 当初中国历史上我们来看 包括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触动到龙脉的话 下场都是亡国 在哪有哪些 秦始皇建阿房宫对不对 秦朝就灭亡 而且在有生之年 阿房宫还没有盖好 其实秦始皇在建阿房宫的时候 已经有下令下面的人 不准动秦陵的一时一幕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 这个秦陵不能够乱动 你动了他就伤了他的气 后来你看唐玄宗在这边盖了华青池之后 引来安死之乱 这个是唐朝灭亡的开始 差一点就那时候就灭掉了 所以你看最有名的就是清道光年间 清道光年间 他招募了两百多万的流民 在秦陵大肆开垦 因为秦陵里面有很多的资源 大肆破坏 水土流失 马上引起来 道光什么 道光皇帝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世界列强开始侵略中国的开始 鸦片战争就打开了这个项目 所以秦朝到最后就走向灭亡 那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秦陵这么重要 那最近有一些有一个人很紧张你知道吗 谁啊 因为现在黄河跟那个长江洪水这么厉害 那你接下来中国的那个什么疫情什么东西 大半江山都泡在水里面那怎么办 不得了 那当然最紧张的就是习近平 为什么习近平一捕主级就是陕西 也在秦陵那边 曾经在那个陕西这个地方有没有 躲在那个地方躲了七年 在那边进行共产党的劳改 对他爸爸习中勋也是在这个地方 他最后不是把习中勋的坟还牵回秦陵吗 对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那么紧张 他下令一定要把这个秦陵上面的 所有的违章别墅全部拆掉 就是为了护他自己 跟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容器 好我们提到的容脉遭到破坏 通常就会讲到政治人物 通常他们要破坏对方的运气 都会从祖坟开始下手 要问一下郑毅老师了 因为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 其实蒋介石就曾经派人家去挖 这个毛泽东的祖坟 而且还一挖了三次 没有想到挖了之后不挖还好 一挖竟然反噬到自己 据说当时毛泽东 他也是遭到秦陵这 对 秦陵是在中国里面的中农 中农什么意思 农出来会有三条大的麦 他是中间这一条 所以最主要的那一条 对 中国人中风水 老蒋也非常中风水 那国共内战 要不然我把他的来龙 主麦把它破坏 断掉 我在无形界上 我已经赢了你 所以等于派人要去破坏 派人去破坏 都没有破坏到 那最后就把他的龙脉乱挖一通 然后其实这个破了以后 本来这个血场要三十年后才会轮到他 如果你原始自然 这个风水界大家都清楚 结果没想到你给他破坏以后 他血奔出来 他反而那个龙形了 但是是受伤流血的形 提早三年 所以蒋介石在这一个坟上就输给他了 所以他是提倒出来了 所以会有 因为流血 你把他风水的血脉 所以大陆经过大药境 文化大革命流了很多血 这也就是副作用 从风水来 好 那毛泽东还有一个 一个基运在什么地方 八陆军 当时在延安的沿洞里面 延安这个风水是 特别不一样 坐西向东 它的西方山脉很高 东方一路就是往这个 就是往中国内陆到太平洋 所以毛泽东 你要知道他进了这个 整个共产党在这里冲到了 一个帝王的去 这何以见得 因为这一条山脉是一个像一个龙 这样子弯腰的时候 皇帝岭在这里 你的延安骑在皇帝岭的上面 而且延安的地形叫武英贵 大于就是他的湖边 这个大的向西 向东的这个是文的龙 所以他是出鹦鹉之地 所以毛泽东打仗 他当然打赢 这个蒋家 打赢国民党 所以这些风水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中国人就像李约翰 来到中国 他说你不要小看 中国人在玩风水 是不科学 其实他是有他的印证学 是非常科学的 听从想要邀请您 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 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